好 楊明講的這個事情 跟這個有連動 所以我請楊明一起講 但是我先跟大家說 現在不只是確診 不確診的問題 包括很多其他疾病 都會受到排擠 比方說你本來骨折的 你到醫院立刻可以受到治療 現在到醫院就發現 骨折暫時不會死 對不對 所以你先回家待著 先回家待著 包括盲腸炎的 心血管疾病的 本來排好 現在沒辦法 因為床不夠 所以很重要 侯友宜一直講 講破了嘴沒有用 他希望快篩癢等於確診 就是普及所有對象 不要再限那三類了 為什麼 因為很重要 柯文哲也說 中央如果要堅持PCR才能給藥 快篩等於確診 因為你要確診PCR 你才能拿到藥 重點就在這裡 你快篩不等於確診 你沒有藥 你快篩沒有用 你要得到醫療照護 你要拿到這個救命的藥 你必須要PCR 證明你確診 那可不可以不要那麼麻煩 然後他中間的這個 還有法傳的一些問題 我跟你講講 講起來會氣死 柯文哲說中央如果堅持PCR 才能夠給抗病毒藥 我直接跟你說會死很多人 這樣講懂了嗎 這樣講陳時中你懂了嗎 重點不在於你的制度 什麼法律 保險 保險跟人命來講 那些順位都在後面 對不對 他告訴大家什麼 他告訴大家 他5月12號說 我不是完全反對 他通常他的句子都會有兩個否定 你知道 不是不可以 所以大家聽到不撒撒 不是完全反對 那你到底是反對還是不反對 都已經這個節骨眼 死這麼多人了 是不是趕快給一個明確的答案 就去做吧 那今天他又不太高興 他告訴大家 快速隔離治療 快篩等於確診 然後趕快隔離治療 這叫做限制人身自由 人身自由 因為沒有錯了 快篩裡面有7%到15%的未陽性 所以他說事後在法律方面 比方說保險方面 法律的文件方面 你沒有確認 他是需要被隔離治療的人 把他隔離治療 這樣行政處分是不是過當 而且你叫做限制人身自由 台灣是一個自由的國度 我們的自由很重要 但是馬上侯友宜打臉 侯友宜講得超有道理 這個時中部長 快篩事件是不會挑人的 都有未陽性的可能 那請問一下鞠隔 鞠隔的話快篩 要進行鞠隔 那請問一下有沒有限制 人身自由的一些問題 既然三類人都能夠用 為什麼一般人不可以用 你有疑慮你可以分開 比方說用藥的部分 快篩就等於確診 這個部分是通的 但是關於法律文件 關於保險這些事情 就一定要有PCR 你可以分開對不對 這不是很簡單 你一定要把它綁在一起 搞到那麼複雜 搞到人民眾拿不到藥 大家都這樣講 所以柯文哲就直接 從他的醫療專業 告訴你嚴重性 就在於你再堅持下去 台灣就會死更多人 中間很多人是亡死的 你記不記得昨天 昨天我們跟你講 這個台大教授告訴大家 他一個統計 三十幾天當中 有多少 三十八人 平均一天一個 平均一天一個 平均一天一個對不對 等於是被政府耽誤了 因為被政府耽誤 當然這個 曾經就告訴大家 快篩陽先給藥會有些副作用等等 當然你就要放在天平上 很多藥都有副作用 所以這個時候你吃藥副作用跟救命 哪一個比較重要 天平上比一比 柯文哲說先投藥的住院 跟死亡比例 他覺得只要先投藥 會下降百分之八十 這麼多 那這樣的話要不先投藥 行家就知道我講的意思 陳時中應該不是行家 江明 當然因為其實我覺得 當然每一次 只要你看陳時中 跟柯文哲對話 基本上就是柯文哲 基本上瞧不起陳時中的 為什麼 因為他是醫科 你是牙醫 就是這個就是醫界裡面 本身會有一些陳見 那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其實 你知道今天我看到一個朋友 講到這個給藥的問題 他說如果今天我確診了 我想要這個藥 我自費 你不用給我公費 我自費 你要不要給 對不對 讓這些人民來選擇 可以嗎 今天這個副作用 他願意承擔的話 他還可以 可是現在不是這個問題 現在是醫師 要層層關卡 要一關一關層上去 你才能給藥 這是現在的問題在這邊 很明顯就是 輕症無症狀 原則上都不會給 中症以上才會考慮 很明顯現在的一個 給藥的原則變成是這樣了 所以會導致說 是不是有很多輕症的 一開始是輕症 結果他裡面他的身體可能 比如說假設有氣喘的因子 有什麼其他的慢性疾病 導致轉變成中症重症來不及了 這時候再給藥 白虎 那怎麼辦 這個才是柯文哲說 所謂的給藥黃金時機的關鍵 對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時間的問題 因為你快篩 然後到這個醫院去PCR確診 然後在這個法权上去 那就是兩三天過去了 中心如果再耽誤得更多 5月12日指揮中心有公佈一個 設有防疫門診 而且配有Paxlovy的醫院名單 全部都是大醫院 所以根本就 比如說我講基隆 基隆只有兩個醫院 一個是社福部的基隆醫院 一個是長庚 這個是告訴大家 一定要去往大醫院擠 你去大醫院比較安全對不對 我舉一個美國的例子就好了 美國的確診者 他一旦確診陽性 快篩陽性之後 政府給他的處理方式是什麼 他可以上一個網站 把他的地址輸進去 於是這個網站就會跳出來 在他家周圍 可以提供抗病毒藥物的地點 包含是藥房 包含是賣場 各式各樣的地點 他可以挑一個 離他最近的地方去拿藥 而且政府在這個網站上 還提醒民眾 強烈建議民眾在症狀發生 5天內一定要去投藥 如果不投藥 會有其他的風險存在 那為什麼美國人不擔心 有這個副作用 所以這就是同樣的問題 當藥不夠的時候 民進黨就跑出來告訴你說 這個藥有副作用 不能夠隨便給 這跟當時大家還記得嗎 PCR量能不夠的時候 他告訴我們什麼 他說這PCR有很多的問題 有什麼偽陽 偽陰 快篩不夠的時候 也是跟我們講一樣的理由 所以民進黨 當他什麼都不夠的時候 他就會編一大套謊言 就假裝很專業的 來呼嚨台灣的人民 現在這是命的問題 他還跟你講什麼限制人身自由 我再補充一下大謙 Pastography一出來之後 通過了 美國政府下手就是買2000萬份 日本政府第一次出手 就是買200萬份 我們買1萬份 後來各種聲音出來了 又要加碼76萬 可是現在到了只有36萬份 而且美國現在還加碼 再採購一次 所以他們現在的 這個投藥的據點 從原本的全國有2萬個點 到現在增加到全國有4萬個點 他就是呼籲所有的民眾 只要你快篩陽性確診 就要趕快去拿 這個抗病毒藥物 避免變成中重症 這才是美國標準的操作模式 因為這個藥真的滿有效 所以這個藥是買不到嗎 我們跟疫苗一樣是買不到嗎 不是 我剛剛跟你講 基隆只有兩個醫院有 對 我說陳時中 為什麼要買那麼少 這麼缺 我怎麼知道 當時很多專家 很多學者 都有建議指揮中心 指揮中心沒有把這當一回事 高端買500萬劑 還剩一大堆 不是嗎 好 所以你看 台灣確診者國民黨說 台灣確診者的獲藥率 只有千分之六 1000個確診者當中 只有六個人能夠拿到 亮哥告訴大家原因 原來亮哥你這樣一公佈 不得了你知道嗎 大家絕對都去先往這些醫院擠 否則你去別的醫院 你拿不到藥有什麼用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叫做資訊不對稱 很重要 這資訊不對稱 你要知道這些 有沒有看今天辣碗報 看完才知道 原來要這樣 謝謝亮哥跟大家說 像是病毒共存的話 當然要必須要配套 所以用旺旺水神來防疫 有效能夠保護您 保護自己 保護家人 防疫不能等 請趕快上快點GO 買的時候記得 輸入向下的推薦代碼 CTI666 CTI666 希望大家做好防疫